网络热门视频鉴定 想看视频吗 好现在华尔门也都看到了 什么各种辣椒水 大蒜水泡水的一些套路 什么烟丝水泡水的 让我一个一个给你捋 我在云南当过两天消防兵 我们前面的就是100多亩的一个 种烟草的一个基地 两天打一遍药 好吧 什么烟丝这呢 它烟草里面确实含有一些个盐碱类的 因为好多的一些个 你比如说杀虫药之类的 都有盐碱类的 不过你指着那东西的不现实 明白我意思吗 不现实 所以说呢 烟丝这个喷 不现实 还有他用辣椒水啊 用大蒜水 辣椒跟大蒜的本身 它自己都生虫子 你还指着它给你杀虫 这不现实 你明白我意思吗 你不用问种辣椒的 种大蒜的 是不是它们那些生虫子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你不要听信一些个偏方 你没去的时候 祖上都是农民 你像我 我们家就农民 以前的时候 养花各种问题出现的时候 就一瓶滴滴味 万事都搞全 对吧 你纠结的啥呀 你是这了那了的 够功夫吗 辣椒现在多钱一斤了 大蒜多钱一斤了 你哪正买瓶那种 你到农资店也好 在网上淘也好 买个杀虫要来的时间 别一天憨了不出的 还有人说 用这个香蕉皮泡水之后 就有营养液 香蕉本身自己营养 还不知道从哪吃呢 你指着它给你泡营养液 让它厚臭什么 苹果皮这那的 你就正常来说 现在买肥料 你稍微就单就是 正儿八经说 稍微一斑斑的肥料 它弄出来 肯定是比你浪费那些时间 便宜的多 希望花儿门理智一些 别天天天轮盖 给你打不开似的 打开里边就合套人似的 觉得不错 请点个赞 请让我你的视频下留言 我老花一 养花主战一 下期再见 来 我老花一